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孙麒伦 来自中国南京 今年是我的最后一年在UNSA 我的专业是民用航空 其实做一个飞行员是我从小的理想 所以说来到澳洲以后 让我知道可以有这样的专业 所以我选择读民用航空 南澳大学是阿德雷德唯一可以有民用航空的大学 据我所知在澳洲好像也只有两所大学可以读民用航空 然后刚刚说我来到阿德雷德的时候 并没有想要读民用航空 其实是一个巧合 首先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 然后我可以真正的理解 做飞行员和之前的那种就是理想化是不一样的 可以真正的理解到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 因为西方国家和中国其实是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 然后呢一开始我是比较不能理解的 但是当你真正理解到这些文化差异 然后去融入它们学习它们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主要所有的困难都是语言上的障碍 但是如果可以克服上这个语言障碍的话 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可以从周边的同学 因为很显然周边都是澳洲人 然后都是低语言都是英文 所以从他们里可以学到很多 然后老师也很多可以帮助我们 我有参加过两次 每年两年的暑假我都有参加过 海洋巡逻是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架小型飞机里 然后沿着海滩飞在500尺的高度 寻找海里的鲨鱼 这样可以保护沙滩上游泳的人 观察员就是坐在飞机的后座 然后寻找海里的鲨鱼 通讯员是如果有鲨鱼在这个海鱼的话 通讯员需要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 然后警察会去驱赶这些鲨鱼 这个项目的好处是 我认为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飞行员学员 在飞机里工作 可以有更好的团队合作 我认为对以后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也看过很多鲨鱼 然后我们会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 然后海警和过来把鲨鱼去赶走 如果说警察不能及时赶到的话 我们会有警报器 这样子海里的游泳的人 听到的情报都会立刻又会下餐 阿德雷德是一个很安静的城市 如果是学习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当然它不如西尼和墨尔本那么有趣 不过我认为因为出来都是读书 所以阿德雷德还是读书的时候选 毕业以后打算是先把我的所有指导拿到 然后再去申请一下各大航空公司 看看有没有航空公司对我有兴趣 其实飞行员如果想要做飞行员的话 应该是一个终身的工作吧我认为 所以十年里我的打算是能在三十五岁左右 做到一个机长 我觉得这是我的十年计划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语言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西方人的生活态度 和生活习惯要应该多去学习 多去融入这样的生活态度 我们下期再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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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